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自华却越发口无遮览 彼时朱音本想摆脱性感标签 于是当黄自华提到他塑造出香港新一代性感标签之后 他便主动转移话题 表示自己想当一名武打女星 还称响眼《古墓丽营》里 像罗拉那样性感的同时又不失帅气的角色 但谁知黄自华听到这句话后 竟然当众嘲讽起了朱音 还将她的名字改为朱罗拉 此话一出台下一片哄响 朱音碍于面子 也不得不跟着黄自华一起尬笑 但连黄自华没想到的是 随后朱音便亮出了自己的一个绝招 面对黄自华的嘲笑和调侃 朱音没有着急发难 而是主动表示 要现场演示一下 自己的一套打动导演的绝招 并且还能做得快准狠 保证不会再演第二遍 于是朱音便贡献出了震惊全港的那一幕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动手打黄自华之前 她还特意直接将胳膊挥到了身后 使出最大力气 一招制胜 随着朱音的巴掌声落地 在场的明星纷纷惊掉下巴 显然没有预料到朱音竟然敢真打 朱音虽然不是打星出身 但她所出演的紫霞仙子 黄蓉等角色 无不灵动逼人 而以她的个性来说 肯定不会再受到当众嘲讽后 还忍去蹲升 不过作为港圈公认的智商和情商双高 舞台表演经验十足的动赌校演员 黄自华自然不会下头到 拿女明星的身材和长相当话题 两人之所以在台上展现出了一场 有来有往的较量 正是为了引出接下来要颁发的 最佳动作指导奖项 而台上的这段对话 显然也已经在台下对过台本 但令粉丝们匪夷所思的是 朱音竟然真的下了死手 大概黄自华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来颁个奖 竟然平白无故地挨了一巴掌 不过对黄自华来说 在这场颁奖典礼上的损失 显然不止挨了一巴掌这么简单 她因为之前的一句话 不小心痛失日本市场 2004年 黄自华在全球直播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果断让台下的日本小演员 捎句话回去 于是便说出了那句经典的 跳鱼岛是中国的 此话一出 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而很多旅居海外的华人 也为这一幕倍感自豪 就连台下的元岛大帝本人 也在卖力地为她鼓掌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黄自华却遭到了日本的封杀 日本观众不允许她再去日本表演 不过对于这个结果 黄自华却丝毫不后悔 还十分洒脱地表示 自己根本就没空去日本 而她在动赌校表演当中 她更是经常提到爱国这个话题 在很多港星都不敢当众表态的时代 她却敢大胆在自己的演出中发声 在大势大飞面前 从来没有一丝犹豫 这大概就是很多港圈艺人 至今不会过气的原因 而黄自华也只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其他的香港明星 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黄板祥在一次采访中 遇到一位阴阳怪气的主持人 于是乐哥便直接开怼 丝毫不惯着她的傲慢态度 面对黄百祥的一番强烈输出 主持人被逼到无言以对 只好假装低头看台本 本着爱国不应该偷偷摸摸的态度 陈百祥多次在公开场合 大胆表明自己的态度 因此在敏感时期 她也曾引起过很多人的不满 曾少受过不法分子的威胁 但陈百祥依然敢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王晶拍过不少烂片 但她却是一位公认的爱国港星 毕竟能将爱国者打在简介里的明星 除了她之外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2014年 因为与几位好友的立场不同 王晶直接在社交平台 当众宣布与他们割袍断义 还因此被扣上了太过高调的帽子 不过王晶没有责怪网友们对她的质疑 她还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在港圈没有一个明星 敢真正站出来 于是她便坦然地站出来担当第一人 不怕惹事就是她的态度 在家国大义面前 王晶的这个举动 还是很难不让人赞叹 而邹兆龙更是将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当年好莱坞找她出演电影 给她扬名利万的机会 还承诺为她提供丰厚的薪酬 但邹兆龙却断然拒绝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黄种人形象 就代表了中国 中华民族的形象 是多少钱被塑造出来的 她可以在中国当一个反派专业户 但却坚决不能跑到国外去演反派 而同样的选择摆在周星驰面前 她也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当年她的一部石神 火遍大江南北 好莱坞也一度想要找她买版权 请她来拍摄 但条件却必须是 将片中的中国美食 全部换成汉堡 薯条等垃圾食品 并且还要删掉电影中 所有的中国元素 周星驰一听这个条件 顿时便勃然大怒 并且立即终止了合作 那一代的香港明星 虽然很难接触到国内的教育 但是他们当中 却很少会出现吴阿平之类的败垒 但更令人敬佩的是 他们不仅在国家大义面前义不容辞 在才华上 更是可以秒杀很多人 早在1990年 黄子华就从西方引进了 动赌笑的表演形式 彼时只要他一开场表演 一定会场场爆满 作物虚席 而他历史上的最高票价 也一度被炒到1.5万元一张 坊间传闻在广东 有两个人的演出门票 一定抢不到 一个是陈一迅 另一个就是黄子华 当脱口秀演员 在节目中花式反内卷时 殊不知这个梗 早就被黄子华玩烂了 在黄子华的段子当中 关于打工的金句 数不胜数 绝对可以被誉为 中国娱乐圈反内卷第一人 一上班就看到全公司的同事 都在拼命卖力 谁不想像他一样 当场教育一下 说风凉话的老板 老板一定想不到 原来谈性上班 竟然是这个意思 而当你觉得自己只想躺平 当一条没有追求的闲鱼时 黄子华会对你说 当你面对不讲道理的上司时 也一定要来听听黄子华 这段强词夺理的职场金句 这些反内卷金句 大都出自黄子华出演的电视剧 男亲女爱 这部剧虽然在内地算不上火 但却一度被粉丝誉为 香港职场情景喜剧天花板 而很多没看过这部电视剧的网友 也很难逃过娱乐天的表情包 不过在拍摄这部剧之前 黄子华一度在娱乐圈 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当年黄子华带着想成为演员的梦想 报名参加了TVB的演员培训班 可没想到好巧不巧 在她报名的那一年 这一届的培训班正好取消了 于是她只好报考了编剧训练班 但即便如此 她的演艺之路也并不顺畅 她演话剧没人买单 演电影被嘲讽为票房毒药 娱乐圈混不出名堂 她只好自谋新的出路 于是她将自己过往的经历 写成了一部《娱乐圈血肉史》 试图拿自己的伤心之处来取悦观众 这场演出完全是根据她的凄惨经历所写 她童年的颠沛流离工作时的一路心酸 全部被她当作段子讲了出来 乌了满足观众进行自我调侃 没想到她这场不亚于自我伤害式的表演 竟然意外让她爆火 从此她的演出变得作无虚席 而她所出演的那部《男亲女爱》播出时 在香港地区也一度达到了万人空向的地步 比起事业上的坎坷 黄梓华的情史也没好多少 年少时父母留下的阴影 让她不相信婚姻 成了彻头彻尾的不婚主义者 大学时期 她就曾为情自杀 服用了大量安眠药 1991年 黄梓华与TVB议员潘芳芳恋爱 拍拖拍了6年 最终传言因第三者插足而分手 之后的1997年 黄梓华与名魔刘婉军在夜店相识 之后火速恋爱同居 但家境富裕的刘婉军家 并不同意两人交往 可刘婉军才不在意 经常被拍到 与黄梓华开着法拉利兜风 在这段恋情里 传言刘婉军曾经搭上一消防员 结果被断证 但黄梓华都没原谅他 2000年 黄梓华与郑玉玲拍摄《男亲女爱》传出绯闻 刘婉军被爆出因吃醋怀疑出轨 不仅患上了抑郁症 还服用大量药物自杀 当时松衣现场还一度引发混乱 随着聚集的结束 黄梓华与郑玉玲的绯闻倒也是逐渐平息了 她与刘婉军直到2001年 才彻底结束了这段恋情 但2013年又传出 郑玉玲痴恋黄梓华13年 苦等她要在一起 不过黄梓华在那时 倒也是无缝衔接得很快 2002年 她就与翻版关永和 化妆师温安妮被爆出拍拖中 女方小她16岁 两个人拍拖长达9年 都一直没有结婚 许是迟迟得不到黄梓华的许诺不安心 温安妮还向黄梓华进行了逼婚 然而多少次的逼婚都没换来个结果 温安妮决定跟黄梓华分手 而黄梓华把两人在和文田的爱潮 送给了温安妮作为补偿 但也有传适 女方难以忍受黄梓华的孤僻 与工作成狂的性子 然而分手后 黄梓华却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 茶饭不思还纹身纪念前女友 多次求复合 她最终还是在家人的陪伴下 走了出来 立马花了2400万 买入北角半山天后廊道云峰大厦单位 一家人火速搬离了和文田 2014年黄梓华与第四任女友 翻版范小轩被拍到 还是同样年龄小她一大半 但这次黄梓华不排斥结婚了 一方面也受身边朋友们结婚生子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爽朗的女友让她舒服 她大赞女友可遇不可求 还非常配合自己 很得母亲喜欢 相处也没压力 两人还把黄梓华母亲 安置在居所附近的铜锣湾地带 十分钟的路程方便探望 女友也时常陪她出门 参加聚会之类的 60岁的黄梓华如今倒是也保养得宜 虽然好像一直也没给女朋友们一定的安全感 但也许就是人家的爱情观吧 不过随着以广告作为复出起点 也许过不了多久 又能再度看到黄梓华的动赌笑了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